第六场96公斤以上级 首先有请蓝方 播剧 现在有请他对手 红防 大白沙 王磊 第六场96公斤以上级 蓝方身高182公分 体重95公斤 零五年全国散打锦标赛亚军 多次的综合搏击赛经验 让自己信心满满 他就是 Buherjia introducing first the fighter standing in the blue corner fighting out of Inner Mongolia China Buherjia 红防身高188公分 体重115公斤 零六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 第五名 零五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第三名 英雄防武优势胜利 忍送绰号 大白沙 他想始向 胜利的彼岸吗 只有问 王磊 有请本场执法 袁启良 好 随着场合排名 袁启良的一声 召唤 那么双方一轮 已经站到了一起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是 英雄王九 孤角相闻比赛的 比赛现场 现在您看到的 这两个选手 都是大级别的选手 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一场 无差别级的比赛 你们两个运动员的体重 相差了20公斤 第一局 开始 看来呢 王磊还想跟对方配与他手套 对方呢 已经是突失杀手 王磊啊 确实啊 还是身大力不亏啊 利用自己的 这股力量优势 和他的双方方面的一些战场 现在已经 在上方呢 在寻找战机了 这个王磊一上来这种 他的战术 战术意图 感觉非常的 非常的对 他呢 不跟不和基亚 这种中远距离的作战 不和基亚呢 他这名运动员 应该说的 船法比较快 比这个王磊 要快一些个 而且呢 王磊的他体重比较大 所以说他就利用这种 中和竞技率 甚至地面进攻 来跟对方这种拼打力量 应该说 速度上不占优势 而且打持久战 也不占优势 那么说 就要打自己的一些风格 所以说双方这种 虽然同样都是 三打运动员的 这个底子 但是一上来以后呢 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的 汪磊有机会 打 但是我们看到 汪磊的力量啊 不是很大 船的力量也不是很刁钻 应该他这一边控制 一边打 如果单纯的打的 应该说呢 他这个机会并不是 非常的好 抓住对方的胳膊 想着想着也无计可视 哎 好的 反住了 这个走过了 有了 刚才呢 还是做一些 这个 权衡 看看是不是 拍了拍了 对方已经拍打了 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结果 已经出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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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场比赛的 不合计案有点大意了 缘启良 他很轻易的就把自己的胳膊呢 削给了对方 呃 他比较大意的伸直了自己的手臂 在结果 对 对 吴光盛 哇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 大屏幕精彩 慢 慢